数十名远景强力攻坚制毒工厂进行具体及搜索 这一间位于桃园一处工业区的洗衣工厂 竟然藏有Ketamine制毒工厂 专案小组调查黄姓祖贤拉拢朋友杜姓贤犯 及朱姓贤犯组成制毒集团 由朱贤负责制毒 后续人手不足再找进张贤协助 制毒集团利用洗衣场后方隐秘的铁皮屋制毒 制毒设施齐全 整个过程宛如知名美国戏剧绝命毒师真实版上演 洗事局经过密及根肩收政终于一举破获 整个搜索查扣了三级毒品Ketamine 以及四级毒品N-Bug 总共54.5公斤 以及三级毒品Ketamine半成品 一公吨242公斤 制毒工具等大批的脏证物 那整个案件调查我们发现了 这个幕后的首脑黄姓金主 他去找了朱姓毒品通气犯这个制毒师傅 并联合另外两名的共犯 躲在这一个大型洗衣场的后方的大型的一个厂房后面 在那边制毒 那全案的索性 我们及时的查获 避免这个大量的毒品流出到市面上 那整个案件从六月到八月间 我们持续的依照检察官的指示 我们向上溯源清查所有的金流 以及人际网络 刑事局方面已经将全案一 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黄姓 祖先等事人也被裁定 积压禁建 刑事局方面强调 制毒工厂常隐身在社区住宅或工业区中 警方将持续锁定制作运送及贩毒集团 向上溯源扫荡幕后帮派组织 也呼吁民众勇于检举 一起守护国人健康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